Renderforce.com 梁生收官,引发马天宇梁生结局大猜想,忧伤版,温暖版,治愈版,江生 大型电视连续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即将在本周迎来收官大结局,命运跌宕起伏的白月光男主梁生何去何从,备受关注 在这部长篇剧制里,结局剧情将会有怎样的走向?被高度评价为梁生本身的马天宇梁生真的即将凉凉吗? 网友纷纷展开自己的脑洞,为梁生谋划结局 梁生结局猜想NO1,忧伤版 电视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改编自乐小米同名原著 亲妈乐小米造在几年前就维权输的灵魂人物梁生设定了专属于她的结局 同心而离居,忧伤已终老 在原著中,梁生得了绝症,肺部不可逆纤维化 却被程天佑的管家调换了病例因此改变了梁生、江生、程天佑三人纠缠多年的关系 最终梁生独自一人与绝症相守终老 忧伤到底,实为整个故事最大类点之一 在最新的剧集里,有不少梁生咳嗽的镜头 还有梁生录制的VCR等等,似是在为绝症做铺垫 而电视剧的原创改编江梁生 江生感人肺腑的纯亲爱情强行改为社会主义兄妹情 改编剧情的不连贯更是使得梁生背锅无数 无疑将梁生推到了比原著更加忧伤的境地 让无数观众高呼心疼梁生 人间不值得,甚至恳求江绝症还给梁生 那么,梁生是否真的能如愿忧伤到底,彻底凉凉呢? 梁生结局猜想NOR,温暖版 当然,这不一路偏离了原著路线的电视剧梁生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也许会是将改编原创进行到底 毕竟这是一部温暖的剧 在剧方的宣传下 我们可以对剧版梁生的结局产生新的猜想 梁生放弃成家三少身份,决定去山区之教 观众大约还依稀记得梁生不辞风雪 来到雪山寻找江绳时那个风雪满身的尽头 大结局的梁生莫非孤身回到山区,延续支教事业 剧中,梁生曾放言要让所有贫苦的孩子都有书可读,有雪可上 那么梁生去支教的结局也并非不可能 引得网友笑言梁生去与梦同行了 与梁同行是饰演梁生的演员马天宇发起的公益活动 是由一个与粉丝见面的互动机会改成而来 从2015年至今,已有四年的时间 每年马天宇都会亲身深入大山做教育工作 用点滴行动为孩子们点燃梦想,照亮前程 曾被人民日报、纸媒、北京电视台等相继报道表扬 梁生的结局或许便如马天宇一般 正能量满满,走上现身公益的道路 梁生结局猜想NO3,治愈版 双雪吹满头,也算是摆手 无论是书上,还是剧中 雪一直都是梁生的一个象征 无论是大雪时期梁生江生一起在平安夜看雪 还是四年后相任梁生带江生去看雪 亦或是梁生风雪满身寻找江生等等 雪王子的故事,也即是梁生的故事 梁生即是雪王子 梁生即是雪王子 说起雪王子,不由让人想起马天宇另一个经典角色 幻成里的阴空是那个白发白衣,纯白如雪的雪国王子 而梁生和阴空是身上,有些许相同的特质,前进清冷的气质,默默无言的付出,对哥哥妹妹的指引等等 习惯了玩水仙,即自己和自己组CP,的网友更是恶不思蜀的提前将梁生和阴空是组成了双雪王子CP 调侠,调侃因空是等梁生很久了,也算是成就了两个角色的HE,十分治愈了 以上是网友观众对于梁生大结局的猜想,究竟陪伴了我们两个多月的梁生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凉凉的梁生 or 暖暖的梁生?观众们准备好了吗? 本周湖南卫视集权网络平台爱奇艺、PP视频、腾讯视频、优酷、芒果TV同步更新梁生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为你绩效最终答案? 青丝游炼红豆书,回首白发一梁生 这或许就是梁生的最好结局了,也契合了整个故事《忧伤》的极调和主题,此生相遇,便是团圆 梁生女孩不用忧伤,好在马天宇的产量还是很高的 不同风格的三部划策出品新剧《我的莫格里男孩》 完美心急人,悲伤逆流成河都在来的路上了,总有一款是甜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